對啦,一定是因為一樣大,所以我拿錯啦 老爸,你要做什麼? 要洗 上一批的都還沒有洗好呢 就因為昨天下雨啊,所以有一堆櫻無藥洗 孩子還小的時候,兩天只要洗一次就可以了 現在孩子長大了,有的時候得要一天洗兩次 要不然就來不及,現在是四人份 這樣啊 過去買大雨點的洗衣機一次全放進去洗 現在連有烘乾功能的那種洗衣機也都很便宜 來啦 花太太,您的包裹 好啦,來啊來啊 不知道阿布送來什麼東西 好棒喔,一整箱的蔬菜耶 嗯,希望下次不要再把番茄放在菜頭的下面了啦 嗯,啊要放在哪裡好咧 放在廚房太佔空間了耶 幾次啦 嗯 嗯 借我晃一下這個啦 蛤 哎呦有什麼關係嘛,借晃一下下而已啊 你小的時候家裡的東西,還不都是擺在這個房間裡 不是這個問題吧 各況,我現在已經不小了耶 怪的太大,我去放在柚子的房間裡 那麼大一箱,有他一定也不會願意的 哎呦這是什麼東西啊,不要放我房間裡面啦 你看吧 那是什麼 阿布寄來的蔬菜啦 但是都找不到地方晃 以前這樣一箱喔,隨便都買我地方晃 嗯 老爸,啊你怎麼還沒有穿衣服啊 趕快穿起來啦 嗯 做什麼 展空間 啊 嗯 我回來啦 嗯 你回來啦 嗯 老爸 你回來了 橘子啊 幫我把碗拿出來擺 可是人家現在正在看電視耶 別囉嗦喔 好啦 碗碗… 你幹嘛 我拿杯子喝水了 正式的 柚子你很愛試耶 為什麼姐 你就不能讓開一下 是我先來的耶 當然應該是你讓開才對啊 我只是要拿一個杯子而已 你們在吵什麼 沒事了 你趕快出去啦 那你說 我要不出去 你踩到我的腳了 沒有踩到 就是有踩到 且有力 才沒有了 好啊 不然你說是誰踩的 這我哪知道 那是我的 我無所謂 不是這個意思了 那是我拿出來的 我無所謂了 就跟你說不是這個意思了 你不踩到了耶